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前为什么我加入保天是基于一套纪录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纪录片叫做变形计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可以在订阅箱里打个yes给我 这套变形计是讲述这些贫困落后生区的小朋友和城市里的有钱人交换生活 交换家庭背景去记录他们交换生活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所事 体验一下大家对方的生活是怎样的 引起一些反思 那时候在纪录片里面 这些生区里面的小朋友 我看到他们是为了班学真的不惜一切代价的 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勒佑 他为了上学 每天他就为了不去浪费这些鞋 因为这些山路其实很废的 愿意赤脚去走路 每天走四公里路上学 每天都是这样走 就上学放学 每天都是这样 但这个情况绝对不是小数 那我就在想 既然这些基层的学生 他们对学习这么有热习 这么珍惜一切学习的机会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值得去拥有 或者不可以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既然他们这么珍惜这个机会 我相信他们只要得到这个机会 他们一定可以在捉紧这个机会 去发挥他们的所长 所以我就在想 他们缺的只不过是一个网 只不过是需要我们其他人 去扶他们一把 去给他们一个机会 去学习 去接触教育 所以我就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想给他们一个翻新的机会 当我接触到保天这个机构 也认知保天和我自身反思出来的理念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加入保天 所以一年前我就正式加入了保天 这个就是我加入的原因 我和学生的关系现在如何呢 其实我和学生的关系非常之好 可能我比较幸运 我遇到一个学生 其实他很乖 也很努力 他很有礼貌 补习从来都不迟到 甚至乎是 有时候 有时候 可能是我前五分钟 我前二十分钟 他又很乖 他又坐着等我 他又不会到处走 每次上课 他都非常着弱 都很认真 我问什么呢 他都会 有时候 他都会和普通小朋友一样 他很害怕会答我问题 因为他怕答错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 意思在这个时间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实他为什么不想答 这个答我的问题 是的 或者他是害怕 或者他是不懂 还是他真的不懂 那你就可以细心点去猜一下 他究竟不想答的原因是什么 而我的学生叫毛毛 他考完试之后 他都会很主动地和我分享他的成绩 我问哪一课进步了 哪一课 哎呀 比上次又退步了一两分 我下次就不可以太专注某一两课 要兼顾其他科目 他是会立刻反思 总括而言 我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 还有我和家长的关系都很好 是的 和家长的关系都很好 有一次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需要请假 他都很体谅我 他甚至会会建议我煮什么汤水 煮什么糖水 可以补一下身 甚至有时候他都会叫他的儿子 拿家乡的特产给我试一下 所以其实在补天补习是很开心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都很有人情味 是一个很温暖的经历 在疫情之下补习 是有点困难的了 对我非常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差不多一年前 我一开始补习 我就遇上了最爆的最厉害的疫情 那当时当然每个人都不敢外出 就迫着要转面 不是迫着要转面 那时我自觉我和学生 其实不是太困难 是的 因为无论是我 还是没有我的学生 其实都在之前那几波疫情 都习惯了用ZOOM上课 其实用起上来就不是太困难 而是用起上来那时就不是太困难 但是在程序上面就会复杂很多 什么叫程序上面复杂很多呢 就例如在补习那时 补习那时 通常我们平时补习 就是他直接给了功课 那我就看了 或者是给了课本我就这样看了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是ZOOM 而且我没有那本功课或者书 在手上 那我就一定要小朋友 就不要拍张照片 拍张照片 拍张书本 或者是掃擠书本的照片 内容给我 那小朋友都不懂得掃擠 那他在程序上就会拍到歪来歪斜 那这个时候就会很考验 义师们的眼力 是的 而且要看一看怎么自己 会校正一张照片 这其实也是很尊重的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意思也能够理解 我觉得最困难的问题就是 我比较幸运,我的学生比较文静、比较乖 但万一不是每个学生都一样 有些学生可能比较活跃的 有时候可能在视频,不是面对面的话 可能他们都会坐不定,或者很容易分心 在这个时候,对老师来说,对义思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如何才能让学生坐定 或者未必是坐定,因为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教法 或者是专心听你说话,或者跟你互动 这就是一个困难 所以我会建议义思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首几堂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一下或者分析一下这个学生 他是一些什么类型的学生 他是一个乖乖听书营,坐在那里听书营 还是他需要互动,喜欢答问题,喜欢互动的类型 还是他是一个需要鼓励的类型 因为他很害怕,很无自信,很自卑 他是一个比较自卑的类型,还是他是一个比较调皮的类型 你就要找不同的方法去对正下约 如果他是一些很乖的,坐在那里听书营 那你就可以从多一些学术性 或者技术性上面的东西去灌输多些知识给他 如果他是需要一些互动型的 他是一些互动型的学生 你就可能需要去设立一些问答 或者是游戏 或者可以善用一下孙麦娥铺 或者是一些白板 给他画画 从一些互动上去教他知识 帮他补习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二师或者老师 你应该要去代入一下你的学生的角色 你去回想一下 你去思想一下 如果你是他 你会希望那老师如何教你 你想那老师如何教你 你想那老师如何教你 你就如何教自己的学生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用的教育方法 可以回想一下自己过往接受补习的经验 因为香港同学应该都 补习经验丰富的 可以回想一下自己 小时候补习的经验 那时候的你 你会想那老师如何教你 如果你是想那老师这样教你 你就这样教你自己的学生 这样是会比较方便 和会比较符合学生期望 因为你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出发 是的 所以我的分享就是这样 多谢